我們看到在這個歐洲年度風雨車 今年的決選名單 七款當中 很多都是帶電的 包括EV9也是電的 然後像5系列也有i5 那今天i5也進到我們的棚內 那我們就請行男 帶我們來看看 到底i5它的特色在哪裡 那很多消費者會說 我現在想要買電動車 你會看到整個品牌的銷售來說 傳統車廠裡面電動車賣最好的 竟然就是BMW 對 其實它跟過去的概念 不論是i4 i7 概念上我覺得蠻像 幾乎你不會有太大的跳動的感受 基本上你不仔細去比對一些細節 我們等一下會看到的話 你就會發現 其實它就是讓你有一個很無縫接軌 你要買油車或買電車 其實在這個使用的感受上 不會有太大的需要去學習 這樣的一個狀況 沒錯 尤其是在外觀的部分 如果從車頭看的話 就是這個BMW Logo 上面有一個藍色的 對 然後連這個水箱護照上面 有一個i的字樣 它就是電動車的身份 對 其實i5國外一出來的時候 我原本在想說 那油車應該中間是貫穿的吧 就是比較傳統的觀 結果我現在出來看到 你現在都關電熄火的情況 其實它都是看起來像封閉 都是這種類EV車這種這樣的一個風格 然後除了剛剛講的這兩個辨識 那i5的話目前是兩個編程 eDrive40跟M60 那標配都是M Sport的套件 但M60會更多M Performance的氛圍 那M Sport聽到剛剛也講到 就是它就是給你很運動化 就是再次強調這一次在5這樣的一個中大型的豪華房車 它給你的就是很操控運動感的一個第一個音效 沒錯 那大家會選擇電動車會覺得說 這一次像我們在i7上面有看到那種世光的水箱護照 像在i5上面它也標準配備了 只是我們現在沒有開大燈 對 它就是你開大燈 因為我們現在只開了日行燈 對 你開了大燈 這一個框在電動車的i5系列上 是直接標配給你 就不用再加價選擇 沒錯 那同時在頭燈的部分也是屬於高階的這個頭燈 就是智慧型的頭燈 對 我們看到裡面有點帶點藍色 以及他們現在新世代兩個箭矢型的都很好 扁認就是現在從5系列開始用了全新 也都有光型智慧調節的相關功能 嗯嗯嗯嗯 那車側上面 車側上面的話 其實剛剛尺碼我們有講過 基本上跟油車是差不多的 但是胎圈配置的話 即使是eDrive40的入門車型329萬 它直接是標配到20吋 那M60也是20吋 都是245 275的前後配 但這台車也跟觀眾講一下 它是在20吋不變的情況下 還是去選了一個 我覺得更跑個更突顯 你看它這個爪有點帶點N字型 有耶 難怪我想說我好像是第一次看到 對 它是另外再加一點錢選配的 同尺寸20吋 然後裡面也有標配M-Sport的藍化的卡鉗 然後車高的部分這一台的話 它標本標準是舒適選調 那它有一個所謂0元選配 你可以在買車的時候就決定 你要不要運動型的懸吊 它會降個8mm 所以稍微又更跑格一些 OK 運動型的懸吊這一台 而且是這個無料 無料的 無料的 你就可以降低 是的 變成運動型一點的懸吊 再來看到車側的部分的話 還有一個0元就是黑化的窗框 它原本就是金屬的 這肯定要選 那有的人就是黑色 我覺得M-Sport M-Sport好像比較對 然後再來一個很大的差異就是車外 你也第一次在這個5系列看到 它配了玻璃車頂 這個是在電車上很過癮的 一個玻璃車頂的配備 在車頂 然後另外車側的 這些低風族的訴求 基本上電車它又更低 它來到0.23CD值 平靶式 那它相關的 對於這個電車的續航里程表現 也會更好 那其實說到續航 我們也補充一下 E-Drive40 它基本上配了一個 83.9度的電池 那原廠公布也可以跑582公里的一個續航里程 那動力其實也有340匹 然後43多公斤米的扭力 430牛米 對 然後它的0到100也有6秒 其實我覺得以這樣的中高階 從我常常講的主管 一些企業採購的車 我覺得這樣的動力 以i5來說 我覺得E-Drive40 應該可以滿足7到8成的買家的需求 先打開你看 一個這個迎賓的光碳 跟剛剛講的車頭的光幕 其實也算是一個呼應 然後打開以後 基本上就像我講 你跟油車感覺不出來 大家可以來超級找找查 再找找看 到底差哪些 幾乎的這個一體曲面螢幕 12.3 14.9都一樣 但是在方向盤的後面有稍微不一樣 可能這個鏡頭側邊這邊 對 一般我們都會說換檔撥片動能回充 通常都是兩片 但這台車我們遇到在左邊 它有一個SPORT BOOST 那基本上 它只有一片 對 它只有左邊 那BOOST 其實我們這個車試過 它基本上概念就是給你一個 切入SPORT MOLE的概念 就是你的最大扭力 直接就來到430牛頓米 就可以從400牛頓米變成430 就多 然後我試車的時候有一個體驗 它其實就是倒數10秒 你每一次 可能開到倒數剩3秒 你再掉一下 它又再歸到10 可以一直一直在BOOST 你如果一路要跟人家拼個30秒的話 就是一直打一直打 它就一直給你最大扭力 了解 而且相當特別是這個BOOST模式 不論你在ECO 就是在節能的模式 或者是什麼individual裡面 你都可以隨時隨地進入備戰狀態 對 我覺得這一點 真的BMW給這一些實用的車主上 一個很直接的運動化 沒錯 電車也充滿樂趣 非常好用 然後再來看一下後座部分 我們剛剛講 這一代進化就在於尺碼加大 其實空間感剛剛我們也介紹過 那其實畫面上你可以感受到 它的i5的這個配備 後面又多了雙區 另外的雙區 總共就是標準配備四區的恒溫空 對 然後門板上的音響 我們試過 我很喜歡這台車的音響 它是更高階的BMW 然後600多瓦 然後17支喇叭 17支 然後會比油車的話 這個又更高階的一個配備 在這台車的上面 那乘坐感受上 我們兩台車有做過 其實它並不會因為油車電車 而有不同的感受 其實坐起來都是很舒適的後座空間 這台車就是這樣的一個感受 坐起來 那其實在網車後 其實基本上跟我們剛剛講的 油車就沒有太大差異 除了一些LOGO 剛剛跟車頭一樣的道理的辨識 其他車尾的部分 相關表現都跟油車是一樣的 了解 那它現在i5它的 譬如說充電 還有就是 它充電大概是205千萬 對 它最高的話 當然直流電是205千萬 那以這台車的話 10到80% 它說大概30分鐘 30分鐘 可以充滿 我們剛剛講它的續航是580多公里 了解 所以是現在主流的那種充電的規格 算是 就是CCS1的規格 了解了 有一些消費者會說 那現在這個世代已經進入了電車時代 那不買電車 是不是就已經跟不上時代了呢 感覺上大家覺得現在都要買電動車 但是因為電動車確實是未來的一個發展的趨勢 不過當時大家買電動車很多人都說 我不用保養 我可以節省很多費用等等等等的一些原因 其實都忽略電動車最終的一個本質 是在這個道路上面的一個零碳牌的一個過程 那最近很多這個租車公司 開始去精算 他們投入電動車拿來做出租的一個成本 發覺 開始放棄的採用這個特斯拉 來去做他們的這個出租車 這是相當有意思的一個這個調查 為什麼呢 因為特斯拉一直 突然的降價 對於一個租車公司來說 他們的財務計算是非常清楚以及精準 因為多少錢車價的車子能夠出租到多少金額 當這個車子突然一降價的時候 那他的租金結構比例就不對了 你懂我意思嗎 那再來啊 就是出租車有一定的一個泰換的年限 在這個年限到之後呢 車輛的殘餘的這個價值呢 又因為呢 跟原本估算的不同 因為特斯拉突然降價 本來三年的這個租期到了之後 他可能要去泰換換新的這個租車 結果呢 這個車子本來殘餘價值可能有150萬 瞬間變成100萬 那這個租車公司本來看起來是不會賠錢的 都被搞到賠錢的 所以在於財務上的計算 他們很難去做掌握 甚至啊 因為出租車啊 他的使用量比較高 他的這個里程 以及各式各樣不同的駕駛 去體驗這個電動車 導致他們這個馬達以及電池的維修成本啊 都來的變的 比原本他們使用燃油車輛來出租還要來的高 所以就很有趣的一個調查 畢竟啊 跟自用車的使用是不盡相同 所以他們現在開始啊 降低啊 對這個 這些租車公司開始降低啊 對電動車的一個市場的投入啊 所以 以一般消費者的人倒是還好啊 除了就是被割韭菜 就是你本來開三年的這個殘餘價值也瞬間的因為車輛降價而降低之外 倒是並沒有太多這種所謂使用上的一個這個差異 但是因為因為你是這一般的這個消費者 到底什麼時間點的買電動車是最划算的 其實我們從一份統計報告來可以稍稍看出一些些端倪啊 因為這個統計報告是這個ICCARS做的一個統計報 他分別統計出啊這個 在這個北美市場上面賣最快的前十台車 跟最難賣的十台車 首先我們看到最難賣的這個十台車 你看到沒有 最難賣的是Mercedes-Benz的EQS 他剛好是一部電動車 他平均要每一百一十九點六天 等於就是一百二十天的意思啊 將近是四個月啊 才會賣掉 才會賣掉賣掉一台這個Mercedes-Benz的EQS 那當然這裡面你看到沒有 像這個第二名的Mitsubishi的阿倫德的PF的車型啊 Mercedes-Benz的這個C-Class的Coupe 都是超過一百天以上 就是至少要三個多月 將近四個月 三個半月將近四個月 才賣得掉的一個這個車型啊 那另外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在這種大型車的部分啊 你也可以看到 像第八名的Mercedes-Benz的GLS 也是要三個月才賣掉 那福特的Ranger在北美市 也是要九十三個月才會賣掉 這是一個比較有趣的統計數字啊 那當然觀眾朋友你看好了哦 最最難賣的一台車 叫做賓士的EQS 要接近四個月 它是目前電動車算是 豪華品牌裡面電動車的天花板 續航里程高 這個充電的規格也好 然後配備也棒 但是卻是一個最難賣的車種啊 所以其實這部分可以看得到 我覺得並不是說電動車不能入手 而是說在各個不同品牌的電動車的布局上面 會影響他們產品的一個競爭力 以及銷售力 接下來我們如果來看一下那個賣出速度 最快的Top10的十台車呢 你就會更有感哦 因為最快賣出去的第一名呢 是這個B&W的X6 只要十天就可以賣掉 十天就可以賣一台車耶 跟剛剛那個120天來講 是相當大的一個這個差距 是相當大的一個差距 另外從這十台車裡面其實你可以看到 像這個KIA的Sportage的Hybrid 像Lexus的RX350H的這個車款 都算是賣的相當快的一個車種 Toyota的CAMBERRY Hybrid也是 那還記得嗎 剛剛講最難賣的第八位是賓士的GLS 這種所謂旗艦型的LSUV 換到B&W這裡你會發覺 一樣是第八名 但是人家是最好賣的第八名 在B&W的X7 只要二十一點六天就可以賣掉了 所以就是說這個不同的品牌 對於車子不同的一個設計跟規劃 甚至是電動車市場 它導入的時候的一些想法 都會影響它的產品力跟競爭力 那消費者就是藉由一些 市場上面的一些統計 包括數據再去判斷自己要入手 什麼樣的燃油車型 或是什麼樣的電動車型 或者是我什麼時候要進入電動車這個世代 是啊沒錯 燃油車的確有燃油車的好 就像是我們統計說 在二零二三年整個電動車的銷量 也只不過佔整體市場的百分之五而已 所以大部分的人還是買的是什麼 當然就是傳統的燃油車啦 那當然油車有油車的好 尤其是這一款車我覺得更香 對C63呢它現在換上了Hybrid的版本 C63 對那大家會覺得說換上Hybrid版本的C63 會不會變得很厲害 其實坦白講啦 我之前光看數據它現在變成了四缸引擎嘛 那很多車迷們會質疑說 哇現在就是在電動車的之前的過渡時期 性能車都變Hybrid 那C63它變成四缸 它沒有那種BR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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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聲音 它還是C63嘛 那我其實在海外試車的時候 也跟很多同業在討論 那我們也的確有些買家 他曾經問過我的意見 但說真的我還沒有開過這一台車 可是很期待的是喔 它雖然換上了四缸的Hybrid 然後大家會覺得就是聲音的部分 可能沒有那麼激情 但是這一具引擎M139i呢 它還是One Man One Engine 而且整個動力的數據 它比過去要來的更狂 它現在變成680匹 而且扭力啊扭力不得了啊 104公斤米 那之前我記得我試駕就是W205的C63的時候 說真的它的S就已經很狂了 510匹 下雨天我不敢動態穩定系統關掉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出彎再加速的那個感覺 就消狂 太消狂啊 你會覺得你很難去Hold住 但現在的W206呢 它現在因為動力大 它也知道 而且它還有馬達配置 還有電池 那車重也變重 所以它現在換上了用4MATIC PLUS 就是它藉由四驅 因為四驅它極限的狀態下會比較好 那我知道有些朋友又會說 但是它車變更重啊 可是這個因為沒辦法 就現在它加馬達加電池 雖然用的四鋼超過了兩噸 可是它動變更大啊 對 可是現在的車呢 通常都越來越大越來越重 但車重要怎麼樣規避車重這件事呢 它其實有兩個 就是一個加大輪胎的胎圈 就是你現在看到 它搭的胎圈都越來越大 它可以就是藉由胎圈來提升它的操控 那另外還有一個罩門就是 它能夠規避它的這個 你極限超駕的時候 它的那一種沉重感 叫做主動後輪轉向 所以你會發現現在越來越多休旅車 越來越多電動車 它一定會有這兩個配備 所以我其實還蠻期待 能夠試駕新的C63 因為你知道現在紐柏林北賽道的單圈最快 它是AMG-1 那大家會說超跑應該要8缸或12缸 但AMG-1它就是直接用F1的引擎 6缸然後放在這一台超跑 6分35秒我覺得目前這樣看 很難被打破 是 不過相較於像賓士這樣的做法 BMW是不是也就不一樣 他說我不會將我的這個V8 或者是直6 直接downsize是不是啊 德哥 對 那C63的直接對手 當然就是對上M3 那目前BMW還是比較倒筒的 採用它的直列6缸引擎 因為BMW說真的 我覺得它最強的還是直列6缸 從它就是M-1比海1972年成立 然後它的這個CSL就是用6缸 那第一款它的超跑 就是M1它也是用6缸 所以等於對車迷來講呢 就是目前你要買到純正6缸引擎的M-Power M-1比海 那M3當然是相當好的選擇 但是接下來像M5啊 或者是M550的Performance 它也不得已 就是必須要換上的Hybrid 那M5就我知道 它還是用8缸加Hybrid 但是M550的Performance 它可能就會換上了6缸 再結合馬達 起碼它不會變成4缸嘛 對 那我們今天提到的 比如這種豪華旗艦的房車 尤其是像這個BMW5系列 或者是像這個賓士E-Class 都是在品牌當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那你看看這整個汽車的市場來說的話 好像豪華的這種房車 似乎只有這兩台車在演戲 那其他的車廠有沒有跟進這樣子的腳步呢 的確除了我們剛剛講到今天講的這個雙B之外 當然台灣還有一些其他的品牌 譬如說保時捷 奧迪也都有這樣的一個 中大型豪華房車 但其實我記得我們在去年 在三月有去首爾車展 就有看到就是現代汽車 他們旗下的這個Genesis 豪華品牌 那其實早期台灣的總代理也有少量導入過 但當時銷售並不是非常成功 偶爾在路上可以看到 那我覺得以現在的 我們在去年看到的這些Genesis 他們有一個G80 那有一個G80的這個Sport版 那就是他也走的這種Luxury的風格 然後也有比較運動化的風格 那你從畫面上可以看到 他有非常大的一個鈍型的水箱護照 然後裡面有很粗壯的一個網格 然後還有很特色那種雙層細長的頭燈 其實我在現場看 我就很有印象就是他在內裝的部分 這台車直接是給你一個27吋的OLED的螢幕 在車內 當然他裡面還是細分成左半部 駕駛座前方的儀表 以及右邊的這個觸控螢幕等等 但他讓整個的內裝的氛圍看起來 更極致簡約風 那其實以韓國當地來說 以他們的新車市場的生態來說 他們的中大型房車 也就是說傳統的Luxury 但其實還蠻受到消費者的青睞 那當然在台灣可能休旅車 比較迎合這些買家 但其實我覺得如果未來有機會的話 台灣的HONDA也可以考慮 其實之前也有傳聞 但是一直沒有真的看到這個品牌進來 他不只是中大型號房車 我記得我們也看到他有一些小休旅 但是休旅車不同 再小一點的房車 其實每一台車如果進到台灣 我相信其實他的整體的這個配備也好 或是這個扮相也好 其實也不會輸給這一些歐系豪華品牌的 相關的一些這個購買的價值 還蠻有期待的